方方剛在FB發布的這個消息 預告了接下來神創魔密要再上調一次 為什麼標題是打二次上調呢 因為昨天GNN已經有宣布上調一次了 今天這個是第二次 遺院的主動技變成兩億點的光屬直傷 遺院的攻擊力會提升至三倍 如果隊長是遺院或零密的時候 全隊還可以無視連擊護盾喔 所謂連擊護盾就是我們一般俗稱的攻擊次數盾 目前全身魔只有兩張可以無視 再來隊伍技這邊是進到殺戮模式後的遺院 追打傷害可以提升到2.5倍 殺戮模式就是只累積消30光之後 遺院會進到這個模式 追打本來是1.5倍現在這邊變成2.5倍了 再來零密的主動技變成固定版面的神族符石 全隊本來2.5倍變成3.5倍 另外主動技能這邊還追加全隊無視攻前盾 如果隊長是遺院或零密的話 解除結界第一回合喔 並且讓你無視減傷抗性敵劑 那當然喔 遺院有上調殺戮模式 零密這邊的抵禦模式肯定也是要調一下的 抵禦模式是累積消100顆符石之後可以進入 攻擊變成2.5倍了 如果零密是抵禦模式的時候 所受傷害還可以減少百分之五十 OK以上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遺院跟零密的二次上調資訊 大家對接下來的上修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扑